我老感觉 比如说 就像姚明 人家会打篮球一样 我老觉得写作是一种能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那种精准表达 或者是生动表达的能力 然后我又发现 阅读也是一种能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给他一本 他十字并不意味着 他会阅读 然后我又发现 专注也是一种能力 有的人他就专注不起来 你说过了天 你就拿着枪逼着他 他都专注不起来 然后我又发现 睡眠也是一种能力 这真的是 结果我发现 各种能力 各种能力之后 我说这人还剩下什么呀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 当然我可能把六哥的 你刚才这个 给引申了一点 很多这个来访者 就比方说很多人 认为自己问题很重的时候 都会说普通人应该怎么样 普通人怎么样 都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 结果普通人是个奢侈品 普通人应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普通人应该有爱情 普通人一个身体健康 普通人一个有好睡眠 哪这么便宜 这个有好睡眠的 就是比方说 而且是讲年轻人 一般来讲年轻人 睡眠也好 一觉睡到天亮的 巨岩就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你看 睡眠就是一个奢侈品 那咱们在做思维里头 我是一觉到天亮 但是我全是梦 对啊 那这种也不 那只是有质量的睡眠吗 因为你的这个梦 就带着一种 创造性的这个部分 这还好了一些 如果你的梦就变成了 就是 就是比方说你白天在这儿 你晚上我在这边 然后这样的梦 就变成了一种 自我安慰性的梦 如果你是以 自我安慰性的梦为主 那么这种梦 会构成一种干扰 就导致 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很差 吴老师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就是干这个的 你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 你的睡眠好吗 我睡眠一般 我是这样 其实我跟小南看起来很像 我是导致就睡 什么环境上都能睡着 但是 而且你可以睡很长时间 但是我睡眠质量不好 我也是 就是每天早上醒来 我都记得至少四五个梦 而且清晰无比 这叫睡眠质量不好吗 因为记得梦 因为我们俩沟通也发现 其实我们都有个问题 就是你看 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也是 一觉睡到天亮 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他们醒来之后 精力充沛 就好像他们整个被清理了一遍 所以你看 这时候不一样 我俩刚才总结 我们俩是属于 一觉比如说 睡了特长时间 起来还得补一觉 就是你们看起来 也睡眠 具有睡眠能力 但是你们的睡眠能力 很废睡眠 就是我们说 对 这种一觉睡到天亮 现在科学也有个解释 那个解释 我觉得特别的棒 是什么解释 所有思维过度的人 都要警惕一件事 你会不会老的时候 得老年痴呆症 是不是 虽然现在据说 这个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叫伽玛 这个淀粉蛋白 就是和这个有关 现在据说 这个最初的研究 是骗人的 对 但先不管才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挺复杂的说法 新说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就讲 就是有一个研究 如果当你睡着之后 你的思维还是活跃的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你自己体验上 你知道自己没进入 是适度睡眠 你觉得自己 没睡好 没睡够 因此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还是比较高的 最后你的脑积液 就生不出来 当你思维 近乎全然停了 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 因为这个 我记得不是很准 不能保证 是不是全然停了 当你的思维 在极大程度上停了之后 这个脊积液里的脑积液 就出来了 然后它就在你大脑内 留一遍 最后就把那个 伽玛 那个 伽玛 伽玛 对 应该就是 那个 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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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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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冲走了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伽玛蛋白 就是 就是 伽玛 伽玛 就是把它给清 清走了 就相当于 把你脑袋里的 一个垃圾 给清走了 所以你看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在晚上 睡着了 你貌似睡着了 但是你 这个 还在做这种 自我安慰性的梦 你没有更深的 进入到潜意识之中 这个时候 你的思维活跃 你大脑休息不了 然后这个脑机 也就是不能够生上来 不能把这个 就是 垃圾给 就是 β 就是β 那个淀粉氧蛋白 给清洗一遍 结果 你组建的这个 这个蛋白 不断在累积 然后最后就导致 你的大脑功能受损 那听起来 就是说一个人的 睡眠时间长 并不意味着 睡眠质量就好 对 那像他这样的 连睡眠时间 都不能保证的人呢 我还跟你说 就是你比如说 我爱出汗吧 出汗呢 一个是因为热 很多时候 爱出汗的人 是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 是我们从动物里来的 就让你身体凉下来 就会出汗 自有条件机制嘛 你看啊 我是个老失眠了 对 但是呢 刚才吴老师还关心我 说你睡着了吗 我的回答是 我睡眠还是不好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解决了 我跟你说 怎么 我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 咱还是说啊 首先 这个 你看 马斯洛 有著名心理学家 马斯洛曾经说过 他说某种程度上 每个人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啊 每个人都是一位 心理学家 那么他说 当然了 这个光谱上 最严重的一端 那个心理的技术 你是需要找专家 比如说像吴老师 他们这 专门的医生 或者说 睡眠科的大夫 去治疗 他说 但是在这个光谱上 很大部分的人群 如果有的时候 自我疗愈 我们朋友之间 能够懂得一些心理学 那么你可能 无意之中 就救了一个人 你可能无意之中 就解决了人的好多 心理问题 使他 其实我们社会 彼此的这种 有一定心理技术 常识的互相关怀和交流 太少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睡眠能力 是靠你自我疗愈完成的 对 你还真是 就比如说啊 我治好我的这个 现在也没治好 而且我研究了很多 关于睡眠的这个书 我就提出一点啊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 我不敢说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啊 很多的人 你要注意人的一个应激反应 这个跟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关系 应激反应呢 是我们在原始人的时候啊 树叶一阵飘动 马上就得激进 这个各种这个肾上腺素啊 就得分泌 分泌之后 没有战或逃 但是呢 它经常是假警报 就是过度反应 草木皆兵 可是呢 在那个原始社会的时候 对于一个剑齿虎的威胁 对 咱们宁愿过度反应 对吧 所以他就给你装上了这个反应机制 所以你看 为什么你老是觉得 特别容易这个这个 有反应 或者同事说了一句什么话 马上你的内分泌就开始变化了 因为 因为但是它不是老虎 进入现代社会了 很多都是纸老虎 都没有生死威胁 没有生死威胁 没有实体性的 可是你这个身体 是从古代来的 是从你的整个这个反应系统 那种致命感应 对 所以应激反应 因此呢 你按照这个来讲 就很多 这些世面科大夫讲啊 你临睡前手机 看了很多消息 对吧 遥远世界里的战争 同事之间的矛盾 老板今天这句话 是不是要裁员 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无异于引起你的 这个应激反应 你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睡得好 觉呢 他说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事情是认知 所以改变你这个问题 也要改变认知 改变你对 睡眠的认知 比方 文涛老师就是吧 本来应该用来睡眠的时间 去看那些 关于睡眠的书 我还真的是 我跟你讲 就是我 我觉得有一句 陶元明的诗 救了我 或者至少 他是药方之一 就叫 慎念伤五生啊 这个正义伟运去 纵浪大话中 不喜 亦不拒 应尽便须尽 何复都多虑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分的思虑啊 就是伤害我们的生命 你整天你过分的考虑 你这些问题 对吧 正义伪运去 就随他去吧 对吧 你控制不了很多事情 对吧 纵浪大话中 不喜意不拒 说白了就是 你连死都不怕 你还怕睡觉吗 就是 应进便虚进 早晚我们都会死的 你想考虑那么多 就 那我 当然我还是怕死的 对吧 但是呢 我可以不怕失眠 明白吗 就是 失眠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就说 睡不着 你就不怕了 不怕睡 就睡不着嘛 扔床上 睡不着就起来 我就不信你能三天不睡觉 你知道 我还真的 这不是我给大家五迷三道 这是这个 这个睡眠的 很专业的 这个书籍上讲的 我们对于失眠 很多理解 六哥你看我做的功课 用来睡眠的时间 都用来看 完美主义 不是 我是为了怕 大家说我蒙人 我这是都是 专业的 很多睡眠的调查 你对失眠的很多认知啊 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没有人死于失眠 有些人说 失眠会致死 但是目前科学上 没有一致意见表明 失眠引发严重的 直接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病 对对对 但是失眠者 常将白天的表现 归咎于睡眠 就觉得 哎呀我昨天没睡好 今天这节目 肯定做不好了 其实我自己的体会 失眠了 我以为我的状态不好 实际上有时候睡好了 主持状态也不一定好 这是个偶然性 但我知道有一个 它没有正相关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 肯定影响我的主持状态 是什么 吃安眠药 如果用了安眠药 你的主状态 如果用了 比如说我昨天吃了安眠药 对吧 日常生活 不工作 我察觉不到智力的变化 但是在咱们这种场合 我就感觉脑子锁住了 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 不敢随便诋毁 安眠药 我对问 安眠药真的损伤 第二天的智商表现 因为是这样 我是心理疾讯师 我也不懂研究药物 所以我的药物了解也不多 但是有一次 你感觉我研究药物 对对 我一个朋友 他用安眠药 就是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在跟人聊的时候 当注意力特别集中 我也说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 后来他跟我讲 他用了安眠药之后那种感觉 我感觉他的梦被切成了碎片 就比方说梦本来是连续的 他的梦就被切断了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当时我通过我这个朋友的这个事情 我说你在用药的时候 可能你的这个安眠药 起了一个重要的部分 阻断 阻断你的思维的活跃 我原来像那个 这个在香港的时候 不是那会儿坐早班车吗 对 需要早上四 开始说需要早上四点半 还是五点吧 反正就是就开始工作 因为我们是七点钟直播 而且是直播 而且当时就是说 因为没有稿子嘛 那么你就需要完全自己说 我记得我我也 因为我原来是不失眠的 后来就是你就紧张嘛 你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事儿大于 你要你的这个睡眠的这种困意了 后来我是怎么自己给过去了呢 我就试了几次 就跟你刚才说的很像 就是我就是有一天 基本上就没睡着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发现好像也还行 因为你在直播的状态里 那种身上腺素一分泌 你就很兴奋起来 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是去念稿子 我有可能就会极其困倦 因为我就是感觉 没有深度的去受到那个刺激 你会感到困倦 对 但并不一定不能正常工作 对 然后尤其我 那我直播又没有稿子收 我必须要就是大 就是真正的动脑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兴奋起来 有那么两三次以后 就是这个心理障碍可复了 我觉得说 不睡 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反而能睡着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 就是出现了一个 就是错误的认知 包括刚才文涛讲的 我们以为自己都有完美的状态 才能完美的工作 就我们都要怎么去准备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你看就是 失眠并不是最大恶极的事 对了 对了 就是因为你第二天 就是就那一下的工作状态 可能并不需要 就是99分的工作 那个心理准备状态 你可能60分就够了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你此刻的那个状态 就是比方说你的意识 你感觉自己 意识有点涣散 有点不够集中 就没睡好影响了这个 但是你有无限的潜意识 而潜意识是一个 过去的人生的累积 你在你的专业工作上 所以你的梦 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 虽然我们讲 半开玩笑说 原来这个胡周都可以 但实际上这个胡周就说 因为它建立在你过去 你不是由你 就是前面 比方说昨晚那12个小时 做决定的 它是由你过去12年 就是甚至更久 做决定的 就所以 那个时候你发现 脑袋没那么焦虑 当你能够放 就是放松下来 和你身体链接 和潜意识链接 你放松 然后你发现 你以后的东西 这样涌现出来 结果那个时候 你发现这个状态 比方说昨晚一会睡好 看稿不行 记不住 这就是思维意识跟不上了 但是你内在 藏着很多东西 所以当你使用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 听起来就是叫 接纳和共处就行了 是吧 甭管失眠也好 还是各种毛病也好 但是这个接纳和共处呢 你要靠真正的事实 这个就是 就比如说 我们很多苦恼 都是发生在认知 你对这件事想错了 所以你想错了 也做错了 所以你才烦恼和痛苦 比方说 这个从睡眠 这个例子上来讲 就是我看的 真的是千百个 西方的关于睡眠的 这种调查 都写在这本书里 我可以把这本书里 你看 我看你这第六条 写的是什么 第六条 我怎么知道 事情一定会这样发展 就是说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严重 曾经调查过 122个失眠者 然后呢 这个让他们评估 就接上脑电波这些仪器 让他们评估 发现这122人啊 他们平均估计自己的 就是失眠者 他们估计自己 入睡时间呢 比他们实际的入睡时间 平均长半个小时 就是说 实际上您呢 是半个钟头就睡着了 但是呢 第二天填问卷 您总是说 我一个小时 我能一个小时 才睡着 然后呢 总睡眠时间 整晚上的总睡眠时间 低估了一个小时 这122个失眠者 就是说 你以为你没睡着 其实您睡得正香呢 但是呢 您不知道 您睡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认知 所以他们就讲 世界记录 世界记录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个魔术师 还是个什么人 这哥们呢 连续11天 就不睡觉 连续11天就没有睡觉 说中间没有出现幻觉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连续睡了15个小时 也就恢复正常了 然后说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 是什么呢 不用补回来 不用 哎 你真的聪明 就是说 没有补 就是说 你觉得你两天没睡觉 是吧 我得报复性的 我得补回来 不必有这个焦虑 第二个 如果您认为自己 连续几个星期 没睡过觉 那要不你就是 有消极睡眠认知 要不您就是 打破了世界记录 就像说 你昨天 你说你昨天晚上没做梦 实际你做了 对 你不记得 但是里面存了一个信息 像这种信息 仍然是非常严重 比方说 他认知上 就算他重新做了个调整 其实他也虚过一些时间 但这还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状态 就是他还是需要改善 其实当文桃 你讲你的故事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 接下来我讲的故事 会不会对你有一定的 这个部分 伤害 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治疗故事 没有 我把你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千里偷毒 不是千里偷毒 他千里到这来 就是为了寻找我这个病人 不 我这也是治疗 你看就是 这是谁呢 这德国的铁血首相 比斯曼 比斯曼 比斯曼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睡不着 就是结果 就是有一个江湖医生 把他治好了 为什么叫做江湖医生呢 因为当时也是 这个学员派不怎么认可他 就是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 就是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 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 这个人怎么办的呢 就是 这是很符合后来的 这个心理咨询中 就是关于睡眠的这些理论 就是这个人就 他这样来治疗比斯曼 当比斯曼 比方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穿成一身制服 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 他就坐在那个比斯曼的床前 也不说话 也不跟他聊天 反正就守着比斯曼睡觉 比斯曼睡着了 他就离开了 但是等第二天 比斯曼要起床的时候 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比斯曼的床前 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 等比斯曼一醒 就发现 这是昨晚上 这个我睡觉之前 见到这个人 今早就醒了 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 连续几个晚上 就是比斯曼就能睡着了 那后来那人走了吗 万一那人走了之后 比斯曼又睡着了 这个事还没结束 但我得做一个解释 就是其实 它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关于 就是心理咨询方面的 睡眠理论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安全感 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 比方说像那个文涛 当你讲的时候 我就在猜 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 可能连在一起 你怎么老觉得 我有攻击性呢 因为你讲你的梦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被追杀 或者看墙的梦 我觉得我很怂啊 我觉得真的 我竟被人攻击 我跟你说 他流露出来 全是你相反的那一面 对 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 或者相反的 这是你的理论呢 没有没有 我们发现攻击性的这些方法 可能前面一个部分 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 你看就是 我们睡觉的时候 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 是不是 对 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 你就没法睡着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脑袋松不下来 比方比斯麦 他脑袋松不下来呢 就是或者为什么 后来这个人 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 就是出现在他床边 这样稳定了 接着几天 他就睡着了 因为当我们脑袋 不能放松的时候 因为我们脑袋 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我们的脑袋 它保护 你看我们其实都有一对矛盾 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 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外部世界不安全 就是这个不安全 有多重含义 我们的脑袋 就作为一个 不能停止的一个部分 在这不断地转 对比斯麦来讲 贴血首相 他要操心那时候多多呀 是吧 所以他可能觉得 所有时候都靠他 也的确是 那个时候德国 都是靠他掌舵 他要一松懈 他觉得国家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 当那个人稳定在他身边 就对他说 你就睡吧 你睡着 有我保护着你呢 连续几个晚上 当他这个稳定地知道 这个人就是 其实是给他一种感觉 结果他又睡着了 当然这个故事 没有到此为止 你刚才那个问题特别对 这个人后来呢 这个人后来娶了 比斯麦的女儿 有目的的是吗 他不是有目的 他本来他就是来做治疗的 结果后来他成为 比斯麦的参谋 后来又娶了 因为比斯麦的女儿 也多半会失眠呢 比斯麦离不开她了 就相当于这样子 就用自己女儿 就这个女婿不能跟女儿睡 这跟这个 比斯麦睡 反正就是得站在那前面 这也挺吓人的 有一些人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接触过的一些 总想做事的人 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勤奋呢 什么这些都有 但一定有一条 就是他总是能量上超值 而且他就是 因为我就从我自己身上反观 我会人生中 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义无反顾 但那个后来我才发现 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 就是我在那当下 可能我睡了一场特别好的觉 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 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 然后我的人生感受和决定都不一样了 我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值不一样了 但可能就在下一天 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 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觉 我可能睡得很累 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 我就没喝上 我的那种为难的情绪就很强 甚至我同样的事情 我的认知不一样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不是足够难 或者别人在这里面 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 或者说甚至一个人 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让我觉得很烦人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 后来我就发现说 人是一架机器 它不是稳定的 它是受就是你的大脑运作 和生理的这些要素 然后决定了你的想法和认知 这个想法和认知 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 后来有一次我看那个小 是很早以前吧 有一个中医 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 特别累 他说你应该感谢 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 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 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 你就是因为能睡 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 他说你 我告诉你啊 有一些比如企业家 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 他说他们 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机制 比如说他很短 就是四个小时 或五个小时 他真的不想睡了 起来以后他就越越欲失 他就有一种 要攻克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是生理机制造成的 对 然后剩下再配合他 其他的能力啊什么的 所以呢 就是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把欲望全部发现在梦里头 就像你一样 你走到在梦里头打枪 那你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梦里子弹太慢了 所以我就问吴老师 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 有的人是在现实世界中 他能精神饱满 有的人就在睡梦中 他跌倒起伏 刚才你看我的解释 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 这两个原因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想睡好 脑袋得松下来 就是得有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 外部世界有人保护着你 而最初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哪呢 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 他能够安全的在你身 他能够充满力量的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 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 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 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 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 其实这是你内化的一个保护者 在你内心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 然后就是这些睡眠极好的人 通常给这个关系很大 我在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 攻击性我们存在 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 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 就是叫原始的攻击性 变成了带有生命 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 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 我们担心 比方我一打你 然后立马就被报复 就会被伤害 但是攻击性 照弗里德的说法 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 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 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 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 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 啪就被打 或者就这时候 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敢表达 但是当你的攻击性度过这个恐惧阶段 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 因为你攻击性 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 然后攻击了妈妈 被妈妈接住了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伤害了妈妈 怎么办 你就有内疚了 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性 不能够很好的释放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闭环 一个蛮形 因此这些攻击性不能够 就是比方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 这个攻击性一升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是诞生 发展 高潮 衰落和死亡 这个事 你整个都完形了 结果等你睡着的时候 既没有恐惧 也没内疚 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 你就憨然入睡 但是如果你白天 比方做了事 你又担心 伤害了别人 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 然后你这个能量 没法乱醒 然后你就有大量的 这个恐惧和内疚 当然这是简单的 概括性的说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需要在你睡着的时候 用你的脑袋去消化 你看这就相当于 你白天有很多能量的残余 有时候都不叫残余 这甚至成了 你白天只表达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 或者就是你让步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个能量 可能只完成了20% 结果你晚上留下了80%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去处理 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它是就这样的 我听上说 就是处理就像扫尘 说你在晚上 你就像你在扫你的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 就是扫地 对或者说你在清理它的时候 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有一些沉烟泛起吗 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 那这种就是所谓这种讨好性人格 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 比如说古代的皇宫里的太监 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 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应该就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充满攻击性的 是吗 因为他又是个奴才 他又没有 他就完全被压抑了 对 完全被压抑 是吗 对 哦 可以做这么个推理 我问个题外话 当然我这个时候对这样来讲 就是心理证询有这么一个假设 包括刚才那个文章 你讲的一个很对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 我哪怕这作为专家 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 甚至证明我这个猜得还挺 经常还挺准的 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事人才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啊 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经济上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 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 就是这个自由联想 其实就是 什么是自由联想 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梦境 你梦见一条蛇 那么这个蛇先就是你去 就是感知它 就是观察它 变得栩栩如生 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 那么这条蛇 它让你想到什么 又让你想到什么 这就叫自由联想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带指不同的问题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 答案是对的 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 就是科学路线 通过物理性的手段 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 能够侦测说 这是答案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的主观世界 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梦 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 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 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找不到那个 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 就说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就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假设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 都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可能 就是有十个答案 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 你说啪一声 感觉这个东西 这个心理的结 对对对 就是说 它是否是个标准答案 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 告诉他说 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些都不重要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发现自己 对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自己知道 你分明知道 你哪一个点触发了 你某一个东西 这个思考的过程 是个疗愈的过程 是个疗愈的